白衣男子一頭霧水 怎麼會有人搭捷運搭到一半 劈頭就問能不能借錢 女乘客又找上另一人 一個一個詢問 根本沒人要理他 仔細看女乘客的口罩 只戴到嘴巴 根本沒把鼻子遮住 一開始在座位上更誇張 整張臉都露了出來 搭捷運還沒把口罩戴好 全程都被民眾拍下 可能覺得很離譜吧 可能想趕快下車吧 應該會覺得很可怕 就最近疫情比較嚴重 比較討厭吧 就是突然給人要錢 然後還沒有戴口罩 女子行為太誇張 有乘客下了車 立刻就跟高雄捷運 左營站的服務台通報 二十二號下午三點半 貨報後通知各站長注意 不過已經沒發現他的行蹤了 只不過女子在公共場所乞討 已經違反社違法 還要再加一條沒戴好口罩 借前置行為 可能涉及違反社會秩序 脫序為誤法令未戴口罩部分 則可依傳染病防治法 證明女子的脫序行為 已經不止一次 二十二號爆出 踹小黃要司機退錢的女乘客 焊接運上這位女子 穿同一件灰條紋外套 同款黑色包包 二十八歲核心女子 十六號也在高雄殯儀館討欠 二十一二十二號都在左營附近 疑似都在高雄市區出沒 警方說女子居入定所 沒有工作 用乞討的行為騷擾乘客 已經通知她 導案說明 TVBS新聞阿昭錢宋家娟高雄報導